我是看着小璐的戏长大的 我跟你说她16岁拿的影后 今晚以后 是的 我刚拿完影后又做了超级访问 对 真实 那那个介绍一下我叫李小璐 她孩子先比她火多了 对 然后呢我女儿是甜心 我是基本上生活也是不太能自理 没有什么生活能力 但是我也是喜欢那种给人扶个物啊 然后做做打打下手啊什么的 就是这样 我们这儿都是什么星座啊大家 它都是天秤 有天蝎座 有天蝎座 我是天蝎座 但我一点都不像 一点都不像天蝎座 我跟天蝎座人有一束天分 像的 就你不太会报复别人是吧 我心是好的 我心没有坏心 天蝎座 你再不过天蝎座 天蝎座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可能现在记住了 然后十年以后再报 十年以后想起来两岁的时候 隔壁床那个 尿在我脸上 这特别不适合我 我两年就忘了 你们说起这个我想起一个 以前就有一个人 当时我们就刚刚一点都不火的时候 然后去第一个颁奖典礼 然后去的时候跟人家打招呼 我就鞠躬嘛 三个人一起鞠躬 然后人家 就不理 谁 对对对对 这是什么 一人还是 一人一人 然后后来他看到我我也不理他 为什么奋斗 这是对这谁都会这么做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天蝎不会这样的 天蝎就说如果下次活动 你们要请我们的话就别再请他了 这是天蝎 对他还不太理解 没有没有没有 天蝎的天蝎是比较绝的 对 忘了说都是哪的人了 好 说一圈吧 从忙的时候开始 不用说祖籍啊 就说自己在哪长大的 Sawadika 我是泰国人 我生在黑龙江七级号 然后我13岁 出来在西安待了七年 在西安读的高中和大学 然后从20岁到香港 然后一直到今天 我是沈阳人 就是生在沈阳 然后长在沈阳 然后之后现在在北京训练 哦 邱老师一直都长在浙江 浙江泰州 浙江人 超多人问我 你是不是新疆的 我真的是浙江 然后 你泰州人讲话像泰语一样 是吧 能不能不能不能那种 有有可能有一点点吧 然后 所以这狗狗听的是泰州话 对对对 他讲的是泰 他的母语是泰州话 你叫这个大虫 他不理你啊 叫达总 达总 对对对 这老虎的意思 好小岳来介绍一下了 我是在香港出生 然后上海长大 然后有五年多在加拿大 加拿大哪里 多人多 也很近 对 我重庆人 我从小有重庆人 我祖籍是西安的 陕西西安 祖籍是西安 对 但你是在重庆长大 我从小在重庆长大 然后我有一次回西安 回了一个星期 我就学会闪七号 嗯 他有语言天赋 他有语言天赋